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此时黑棋简单的无论是小尖还是单关跳出头 这棋都会显得有些无趣 只要是黑棋在中间走棋 白棋的下一手棋可能就会考虑在这边把自己先连回来 这样白棋基本上在整个的这样一个作战里面 可以算作是无后顾之忧 那么我们都知道下棋追求的是效率 所以在高手的这么一个认知当中 他们觉得这样的棋让我自己跑出来是非常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那有什么很好的这个策略能够让这块棋显得不这么的孤单呢 那就是把白棋也分开 然后双方互相牵制 因此下一手棋 黑棋的这个尖冲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呢这手棋其中的价值呢 也可以因此体现 它把白棋两边分开了以后 白棋只能往这跑 黑棋顺势再过来 这样呢我们都这个下棋的时候 就会觉得黑棋似乎它的调子啊 就像是行云流水一样 更加的自然 所以通常情况下 我们爱好者在这种双方 尤其是战斗的时候 对攻的时候 很难会有把对方分开这样的这种思路 但是呢高手他们下棋 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这些方面是非常敏感的 白棋贴 跟黑棋常交换 白棋在这里走棋呢 是因为他觉得 否则被黑棋压过来很难受 但是这个交换 让黑棋在这多了一个子 很显然对白棋自己这三个子呢 又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白棋肯定是这边要出头了 点刺 这首棋呢 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这种通常情况下 大多数爱好者的第一感 对方点刺那肯定就接住 但是往往这种时候 高手他们一定会先停下来 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反击的下法 就比如实战的这个双一个 我们其实下棋就是为了让对方不舒服 如果你下的棋让对方感到很舒服 那么就代表你的棋一定是失败了 只有让对方不舒服 才达到破坏敌方意图的这么一个效果 白棋想尖刺你 如果说他黑棋粘住的话 白棋一定很高兴下一步再从这边出来 他就很好的把这个黑棋既点中了 又把自己的形状呢 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弹性 不让你舒服 双一个 因为双是先手 所以白棋要接 这样呢黑棋比起刚才直接站在这 他等于在对自己出头的这么一个方向当中 他多了这么一个选项 就把自己的头扩宽了 让自己出头的这样一个方式和选择呢 也就更多了 然后白棋跳出来 白棋这手棋对右边来说是有 这个先手作用的 如果说黑棋不走的话 下一手棋白棋可以从这边靠下来 他之前之所以不敢这么下 是因为自己还有这个断点存在 这样黑棋一场白棋接住的话 黑棋就冲出来 这两块棋连不上 光是把黑棋这两个字分开的话 白棋得不偿失 所以呢白棋跳一个也是做准备 当然黑棋这手棋本身他的这个价值也很大 假设白棋不走 下一步再从这一拐 这样的一个形状之后 后续手段就会变得非常的严厉 比方说在这打入进来 所以白棋想了想 与其被黑棋拐一下难受 索性就把这一下贴掉交换 但是这样的棋就是 就如同刚才实战 白棋贴跟黑棋长这个交换一样 每在这边让黑棋多一手棋 都是对自己几方构成了多一份的威胁 所以白棋心情是很矛盾的 但是从这一点上也就证明 黑棋当初的这个坚冲 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只有给对方施以压力 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己的问题 然后白棋出头 这盘棋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两位对局者呢 是我们中国 现在非常年轻但又非常有实力的棋手 黑棋是连校七段 白棋是泛韵若五段 这盘棋是在2016年的11月份进行的 比赛呢是首届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的16强 也就是两位年轻的棋手在世界大赛的16强 这么一个舞台上相遇 同时呢都是我们中方的小将 可以在这样的世界大赛上对阵 对于我们中国的棋迷来讲 肯定是首心首背都是肉 最好的方式就是赢这个韩国日本棋手 不过呢这盘棋应该说 嗯作为联校来讲的话 他的在这盘棋上的体现出来的比赛经验 要比范韵若要更丰富一点 如果说刚才的黑棋尖冲是一个 在这种关键时刻的一种正确的选择 那接下来黑鞋的这个下法呢 又是一个亮点 他先从上边靠跟白棋一般交换一下 这手棋他不是为了长或者拖一个出头的 他是为了在这边做一些 有诸如此类顶一个或者长一个之类的 这种先手的后续 等于是埋下一个伏笔 然后他要做什么呢 他在下一手棋 非常之有攻击性的一手 这个时候其实黑棋如果退 跟白棋无论是长或者粘住 这么进行交换 再继续出头的话 应该说也是一个正常的分寸吧 但是黑棋觉得可能这样的下法 未免显得有点无趣 似乎跟刚才坚冲的时候 我们说黑棋自己往外跑 这样的感觉有点大同小异 尤其是现在上边再被白棋 连边带脚的唯一手棋 又很有目术价值 黑棋想一想 不甘平庸 加住 那此后呢围绕这个棋呢 又进行了一个非常激烈的 这么一个战斗 白棋自然也是 要进行反击的 拖了一段 很凶 这个时候次序一定是要先掌握好 先打下边 白棋翻打 这个时候呢 白棋是不能沾的 我们棋友们通常对于这种 是否要接住啊 对方打吃过来的时候 都会有犹豫 那在这种时候 你就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你的棋形是否效率高 如果说这样的时候 白棋是一个非常 我们可以说是排排座 连成了 像是连连看一样 连成三个 这样的棋形 它的效率肯定不会高 然后再被黑棋再打一下 尝完了以后一沾 这边还要再自补一手 这白棋等于花了这么多的手术 只围住了黑棋一个字 因此呢 这个时候呢 黑棋打吃 白棋肯定是要从 上边翻打过来 当然黑棋提掉 也有所收获 白棋再一打吃 黑棋赶紧把这个 交换一下 长 跟白棋长交换 虽然白棋 这个暂时 它把头挺出来了 但是也给自己留下了 一个后患 就是有断点 这种时候 白棋要做和 取舍 它就是需要自己去权衡 究竟是一手棋补好 重要呢 还是现在这个头重要 实战白棋 觉得现在 尝出来 对黑棋的整体的压力更大 让它腾不出手 来考虑自己的这个断点 黑棋 黑棋翻打 也非常厉害 这个时候是不能接的 如果接白棋就尝出来 你这边搬过 白棋就算了 打吃 白棋提 黑棋 黑棋用这个点刺作为结材 白棋粘住了 然后黑棋再虎 眼看着 黑棋在白棋的上边 就要形成了一个 又多出来的一道势力 把白棋分开 只有这样 黑棋对于这块棋 以后留着一个二路 度过的话 这整体 白棋就威胁不到黑棋了 因此现在白棋 拼了命的 要把这个结给打赢 最重要的是 它想强调 能够挡到这个下面 因为只有挡掉的话 把这两边黑棋分开 黑棋才会感到 这个棋有压力 因为对于这个局部来讲的话 本身黑棋的这个尖冲和 刚才我们说的 靠了 加过来 这两个 可以说是对白棋的二连机 都是非常具有进攻性的 但是从后来实战结果来看 黑棋并不一定是很好 那带着这样的疑问呢 我就问了一下对局者连校 他给出我的答案是 其实应该说 这个下法和这个尖冲 都是在当时情况下 是非常有利的一种选择 黑棋出问题的 关键就在于下一手棋 他把这个挡住 然后呢 跟白棋粘做交换之后 再一粘 这样黑棋等于是把自己围到了上面 他以后还要在上面苦活 这块鞋就处于一个非常 被白棋两边加工的这么一个状态 此后连校自己在这个 对这个局部的一个反省当中 他认为此时无论是虎一个还是沾一个 都比实战的结果要好很多 也就是说 此时出头比在这儿放一个字要重要 假设像成这样应该还是黑棋 整体作战比较有利的一个局面 那实战呢 这样导致后来黑棋在这个局部下的是比较的委屈 但是此后在后来的进程当中 黑棋又力挽狂澜了 欢迎收看奇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上一盘棋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我国的两位年轻有实力的棋手的对局 连校与范韵若 在这个2016年的新奥杯 这个世界为其公开赛的16强当中 相遇的这么一个片段 接着呢 我们还要续着上一盘棋的这个话题 继续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个精彩的局部 在上一盘棋当中 我们讲到黑棋两处比较积极的下法 使得自己之前比较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地呢 得到了缓解 但是紧接着黑棋没有把这个 好的势头延续下去 又犯了一个失误的小小的失误 导致这个棋局呢 又变得扑朔迷离 可以说现在的这个局面 应该是在白棋的这个掌控当中了 不过此后 黑棋的下法 是充满了胜负心 并且下出了一部胜负手 使得这个棋局的胜负呢 又再一次颠倒了 首先此时轮到白棋下 我们在介绍黑棋的这个下法的时候呢 要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 就是白棋的上一首棋 是导致了紫后白棋陷入被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罪魁祸首 这个时候其实白棋已经手握主动权 他只要老老实实的把自己该补的问题补补好 这两个字 瞄着黑棋 如果您黑棋再不走的话 白棋哪天心情好就把他跑出来 如果白棋木树现在还掌握着一个主动权 如果白棋优势的话 他就不必要去走这些复杂的东西 就尽量的简化局面就可以了 可是实战的白棋此时鬼使神差 在一路挡了一首 满心以为这个棋是先手 因为不走的话 黑棋上面他是没活呢 等于白棋他紧了黑棋一口气 当然白棋这首棋他也是有预谋的 只有这样挡住之后 这个黑棋的断点才会变得比较的明显 所以尽管如此 白棋的一步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一步 想当然的这个先手 可是此时的连下呢 做出了非常敏锐的反击 从这边冲出来 把白棋断掉 所以我们其实发现 很多时候在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些必然的棋的时候呢 那你往往在这个时候更应该放把你的脚步停下来看一看 想一想是否这个棋对方是决先 我一定要跟着他走嘛 那有很多时候当你跳出这个思维的这样一种局限性的条条框框当中 再重新审视局面的时候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么一个选择 同时其实连校之所以在这么一个看似是必须要去跟着走的地方 他会选择拖先 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有对形式的这么一个很清晰的判断 我们很多的爱好者们下棋不喜欢鼠目 我经常会在给我们爱好者们在这个复盘讲解的时候呢 会劝我们其有 一定要养成一个判断形式的这种习惯吧 因为大多数的爱好者认为鼠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它不像是终局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每一块都限定的齐把它数清楚就好 通常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这些未完成的局部 还有不定型的这样的一些细节 这种时候不知道该给自己或者对方算多少目 有些时候在遇上后事 你也不知道要给他的潜力打几分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够像专业棋手一样 把每一个局部或者说每一盘棋的目数都数得非常的清楚 细化到了几分之几 这一点呢我们不要求其有们能够做到 但是最关键的是能够养成一种对形式时刻有判断的这种概念 你只有知道了你此时大概对方的目数有多少 或者说你从这个对局的进程上来看 你有哪些地方是感觉明显亏了 那你可能能够判断出来 此时是自己不利的一个局面 那你面对不利的时候 应该下得起应该会更积极一点 或者说更多的像连校此时的这种寻求头绪 或者说是抓住了对方的这样一种失误的下法 你才能够有这样的选择去做出来 同时呢比如说你此时你知道自己是优势了 那你就会更好的去来督促自己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尽快的简化局面 所以其实围棋每一步棋都是在做一个选择 那么怎么来选择 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这个棋当下的一个判断 因此实战呢黑棋的连校 显然他也是意识到了之前自己犯的一个错误 让本身还可以的棋变成了非常被动的局面 但是他依然非常敏锐的在此时 抓住了最后的这么一线生机 冲断 首先白棋在这个局部呢 他是摆不出两个眼 这边就算你点刺通通的都是先手 黑棋就跟着你走 然后 假设白棋再从这边 肩 黑棋就接住 这个地方黑棋冲完了再一冲 再一冲 白棋这儿没有眼 哪怕上面让你做出一个后手眼 也无关紧要 所以现在白棋要做的就是 能不能从这儿冲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断 白棋打吃 黑棋跑 这个棋其实黑棋这么下 也是非常的有风险的 一旦失败的话 他等于被白棋从这儿冲过来 自己的这四个子 就在白棋的这样的一种 威胁之下 会显得非常的危险 而且呢 上面白棋这儿还有一手棋 等于黑棋是在上面欠着一手棋 欠着在 然后再在这边来冲击对方 最后结果如果不成的话 这盘棋基本上黑棋也就可以投子任负了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背水一战的下法 白棋冲 眼看着 这个黑棋已经封不住白棋了 你搬的话 它就打吃了这样出来 那怎么办 如果说单长的话 白棋继续贴 看起来白棋这样出头的话 对自己右边的这块棋 还是有点 会造成一定的危险吧 但是假设黑棋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 只是简单的这么长 白棋基本上贴到这一下以后 这块棋可以算是 黑棋暂且是拿白棋没办法 它在有空抽空 把这个自己补一手 只要这块棋死活没问题 那黑棋的这个冲断的下法 基本上也就不成立了 所以现在对于黑棋来讲 即使暂且封不住白棋 但是呢 一定要想方设法的 把白棋这边走中 所以它在这个 单长的这么一个选择之下呢 又给自己加中了 这两个子的筹码 先打吃一下 其实类似这样的棋形 或者说类似这样的下法呢 我们经常会在这个棋盘 或者说在自己的实战当中 能遇到就是当我们 比如说去跑一块棋的时候 你为了加中自己这块棋 让对方要跟着你走的 这么一个目的 你通常情况下 会把对方也走中 就是打吃一下 再尝 这样白棋不能贴 它从这边走的话 黑心下一步 就一手棋把白棋封住了 走 另外当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也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子被提掉 如果你走这个 黑棋这一提跟刚才 在这尝这么一排 对白棋这边的威胁 完全是不一样的 现在白棋它从这边 另一个根本就做不活 黑棋这一飞下来 所以白棋还是要先尝一下 再贴 黑棋再尝 这个时候如果白棋 还上我们刚才摆的 贴一个黑棋它就不会 在这尝了 它会从这边来 入手 挑加一个 这样对于这个局部来讲 首先白棋这边连不回来 它从这扳的话 黑棋就挡住 打吃就接 打我就提掉 白棋的断点非常多 它从这吃呢 也不成立 我就从这一楼打 再一打 这三个子假设被提掉的话 哪怕白棋在这最后两眼做火 一呢 非常委屈 其次 这厚了以后 黑棋在这边 再重新动手 它不一定说要吃掉你白棋 我只要 比方说 我从这边攻下来 白棋还是 很危险 很难受的一个境地 白棋想一想 左右都得 把自己顾好 跳一个 他有一个 现在黑棋从这 暂时冲不出来 白棋就跑 打吃我就跑 但是 因为他 虽然暂时不能出来 但是这一代呢 就有先手了 如果在这有一个子 黑棋在打 一流烟的就跑出来了 所以黑棋 才能继续在这 跳加白棋 白棋走一下 再飞 出头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黑棋要把这个子跑出来 有一个前提 就是在这边 有先手就可以 有子就可以 所以现在呢 白棋这一飞 黑棋非常冷静的 这么一并 下一步从这边 冲断和 把这两个子 跑出来 对于黑棋来讲 是 剑合 两者必得其一 这么一来的话 白棋基本上 就已经陷入到了 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如果说 贴 就像实战这样 黑棋这么一冲 后来呢 白棋在 上面 寻求这个 做火 苦活 即使如此 我们看到在下方 黑棋已经达到了一个 非常满意的结果 他把白棋给冲断了 而且呢 这样的一条线 他也封好了 等于在这边 这块控 非常的可观 而黑棋 唯一损失的 就是这个子被吃掉了 这个子被吃掉的 木树 本身也没有很大 而且 以后 比方说 黑棋从这点进来 还可以继续来对白棋 进行这个搜刮 如果说白棋 从这边贴回来的话 黑棋就把这个两个子一吃 虽然白棋 从这打吃完以后 可以比较委屈的去求活 但是这两子被黑棋 吃通了之后 等于黑棋这边上下 全部都非常厚了 厚了以后 黑棋还会继续对白棋 接着攻击 白棋觉得心理上 有点接受不了 尤其是职业高手 这两子被吃掉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 适可忍 孰不可忍 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最后 实际上白棋 这里被冲掉的结果 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所以其实当时 连校跟我说 白棋的这首棋 基本上就是一个败招 假设自补一首的话 形势肯定是白棋主动 但是在这个时候 被黑棋冲断 局势已经是被逆转了 我们看到高手的 这么一个胜负 刀光剑影 就是在这么一瞬间 就会把整个胜负的天平 都会有倾斜 那关键就是在于 你能否有这样的 一个判断能力 和这样的水平 实际呢 黑棋就像我们诠释了 非常精彩的 这么一个片段 好的各位 旗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我会想到这里了